受到气候影响 花莲南区西瓜、下雪芒果以及文旦佑 都出现灼果率低或是长出畸形过的灾害 经过地方公所提报符合天然灾害补助条件 目前也正申办阶段 但是却衍生出西瓜超重 另外也发生有些芒果农跨区申办的问题 正代表罗士权特别提出质询 要求正公所厘清事情 让真正受灾的农民获得协助 农家子弟出身现在也是动农的正代表罗士权 在40分钟的乡镇总咨询议程中 首先就目前文旦、芒果以及西瓜卓果率低灾害 咨询正公所天然灾害审核申请等问题 这都是我们预理主要的农产品 真的说今年这样的气候 真的说农民忧心种种 到采收的时候 每个人可能只有钓也钓不出来 真的所以说希望说我们公所农业科 能够尽量替我们农民去征请婴儿的福祉 实际耕作的面积 也要到26号以后才会有实际指导 但是基本上一个原则 如果农民它有种在他们成租的位置上 那我们去现场会看确实有20%以上的农损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会认定说它所种植面积内的 都已经到达可以现金救助的标准 罗世权直询强调除了尽快雷青西瓜操纵的问题 让真正受灾的瓜农也真正受到协助之外 另外针对了大雨段下雪芒果 受灾农民跨峡到玉璃镇申请的部分 要求政公所说明原委 它应该是在卓西乡公所申罢 怎么会在我们玉璃政公所 就觉得很纳闷 旁边的那些受灾物都要 变得要在我们玉璃这边来办理 那这个问题我跟信任府反映 信任府他说在尚未解决之前 还是依照他们现在登记部上面 所记载的那个行政小区来受理 除了之外还有政公所接欠厂商工程款 补助农药药品价格 以及地方观光特色景点的开发与规划等议题 正代表罗世权除了是一一提出质询 也特别提出宝贵意见 期盼政公所能重视共同建设发展玉璃镇 记者石油人 玉璃镇采访报导